为了让更多人领略柴烧桃艺之美 淡水圣约翰科技大学何兆峰数位艺文中心 目前与柴薇艺术合作 共同举办火的缠绵 台湾柴烧窑 行脚即时创作连战 有水里、苗栗、石定、嘉义等知名柴烧创作窑主 现场展出许多现代柴烧桃艺作品 淡水圣约翰科技大学何兆峰数位艺文中心 目前与柴薇艺术合作共同举办火的缠绵 台湾柴烧窑行脚即时创作连展 而展览邀请到作品别具个人特色风格的水里 蛇窑、林国龙、苗栗、虎窑、陈静、石定、彭山窑 以及嘉义桃花园、蔡江龙等四位知名柴烧创作窑主 现场展出许多现代柴烧的桃艺作品 那这次有四位艺术家 分属于不同的风格也不同的地点 用他们当地的这些材料 淘土材料 以他们个人独特的创作风格 把他们的作品呈现在这个地方 而且这次的展示作品都是属于重量级的作品 跳脱早期烧制成品的质地和色彩 更融合现代美学的气形体呈现 演进出台湾目前柴烧陶艺饱和度和张力的利于美 在往上创作的能量之下更是新材烧陶艺时代的开始 赵丰树艺文中心办这一次火的残棉的材烧展 我们跟了采微艺术中心 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想要去营造大自然融合自然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弄了现在当令的那个蓝树开花结果了 所以火红的蓝树的果实 还有我们这边变成是一个艺术空间的那个感觉 这个是以前我们没有做到的 赵丰汉科技大学合照风书为艺文中心 第一以及第二展览展出 开放时间为礼拜一到礼拜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 有兴趣的民众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许端一带学采访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